不打 你们干嘛打我 我 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我没有 你还说没有 你和他呆了一整晚 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 我真的没有啊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你们是谁 你管我是谁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吧 胡说 审犯人应该在衙门 你把他带到郊外 分明是用私刑 滚 走 走 走 快快 怎么样 你 你还好吗 谢谢 是 表哥 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大人 你让我一路跟过来 结果发生这种事情 你别忘了 我们还有药师在身 先不说这些 救人要紧 救人要紧 来 小姐啊 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 我娘哪说的不对 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笑 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 没有啊 没有啊 我也觉得没有哎 不但没有 我还觉得小姐你呢 满脸红光 春心荡漾 小姐 你胡说什么 小姐 我哪有胡说啊 你想想看 之前呢 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 可是你都不答应啊 还有呢 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 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哎 但是今天呢 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 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 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哎呀 小姐 我跟你感情这么好 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 你舍得打我吗 小姐 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 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 因为小莲跟你啊 像亲姐妹一样 对不对 这个薛公子啊 确实是个既善良又温柔的人 更是个谦谦有礼的真人君子 小姐 你真的喜欢他啊 我不知道 我只是 只是心里想着他 脑子里浮现着他 嘴里还常常念着他 是不是 小姐 要不要我就帮你找他 小莲 我是相府千金 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 小姐啊 我们呢 只是要找他来 又不是让他来提亲 是吧 更何况 你不是送他一支金钗吗 咱们那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 让小姐你好好地当面谢谢他 是吗 对啊 不对啊 照我看啊 薛公子啊 他虽然外表温和 可是他的内心啊 是非常自负的 所以如果要他主动上门 他绝对不会答应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啊 当然是由我小莲 去邀请他上门啦 好让小姐你啊 好好地当面谢谢薛公子的 救命之恩啊 他说 他要找大夫 医治他爹的病 所以呢 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还是小姐你聪明诶 哼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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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好公主 我们都是大梁人 到这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 现在倒好 你为了救他打伤官兵 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 或是客栈也罢 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 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 现在倒好 我知道 可是也不可以把他就扔在这儿啊 我不太放心 你放心吧 我刚才看了 他只是受了皮外伤 你给他服了药 应该没什么的 而且 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了 一定会有人照顾他 再说 我们跟他素昧平生 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 好了 此地不宜久留 走吧 快走 这不今天抓我们那个人吗 对 就是他 好啊 敢坏我们的好事 看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 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 我们好好修理修理一下他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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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老大 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 说 为什么打人 老大你不知道 今天我们延期乞讨的时候 他欺负我们 对对啊 什么 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 老大 这事饶不得 就是啊 是啊 虽然还挺均勻的嘛 好 哦 哦 哼 涨的还挺均勻的嘛 啊 啊 啊 阿狗大牛 你们说说看啊 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嗯 说呀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 被他发现了 怎么不继续说呢 我跟你们说过 我们是乞丐 不能偷 不能抢 我告诉过你们 我们是乞丐 是要饭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 我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惨的身世 兄弟之中 有人天生不能工作 有人哮喘 惨疾 但是 我们不能偷 不能抢 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 我们当强道德了 就是啊 老大说的话 你们都到耳旁风了是吧 老大 不敢 不敢 你们说 他打过你们吗 那都没有 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 那个人想打我们 他还帮我们呢 对 就是这样的 有这种事 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 这怎么回事 喂 醒醒 醒醒 醒醒啊 喂 醒醒 你们是谁 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盖帮 这位呢 就是我们的老大 他叫做葛大 至于我嘛 我叫做张伟 是伟大的伟 哎 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哎 我还正要问你呢 哎 我这俩兄弟今天是不是得罪你了 哎 哎 哎 小心小心啊 来 来 来 哎 他们偷钱也是破译无奈 所以我放了他们 哎 哎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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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你受伤了啊 没事 哎 小兄弟 你怎么受伤的 叫什么名字 我叫薛平贵 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薛平贵 哎 我爹受伤了 我是来请大夫的 哦 是这样 好不容易找到薛大夫 愿意跟我出城 刚才却被官兵 无缘无故地追他 我已经出来一天了 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 啊 我先告辞了 哎 哎 我帮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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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行啊 你看你看他这样子 他也走不远呢 对不对 哎 不然我们先弄点药 给他吃吃吧 啊 不行 我也回家见我爹 告辞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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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看他 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哪 哎 我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 看到人家这么孝顺 嗯 真羡慕啊 哎 哎 我可不如这样吧 喂 啊 你们两个 身上是你们惹出来的 嗯 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 你们把他抬回去 那我们 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啊 啊 这 这样不好吧 哎 这很好 哎 我告诉你啊 这破庙呢 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 晚上呢 就回到我们住的五家坡 出城顺路 喂 哎 你们俩站着干嘛 还不赶快去 不是 不是 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 哎 我告诉你哦 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 我们可是有帮队的 而且啊 我们还有祖传改帮的林药 什么疑难杂症都能移好 我告诉你 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 或许啊 有我的头脑 有办法移好的 真的 嗯 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 好 谢谢 不客气 我叫葛青 以后你就叫我 小青就好了 谢谢小青兄 谢谢 好了你 哎 好了 哎 哎 小兄弟 我看你是一表人才 斯斯文文的 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 哎 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 就是 怕你嫌弃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 四海之内 接兄弟 而且 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 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哎 那好啊 哎 那我今天开心呢 你这么办 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 哎 这个小青啊 一属高明 说不定啊 那就你爹了 对 那就谢谢大家了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 哎呀